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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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個工人 為止到今天這個地步也是命運吧 我和醫學本來沒有任何關係 但是我現在站在這裡 我可以對大家說我要活150歲 我150歲難不難不難 但是在40歲的時候 我曾經因為是癌症 我的心裡好悲哀 我覺得我快死了 因為聽說癌症這個詞彙 每個人的心都會刻打往下沉 但也因為是癌症 所以我要想活 所以我就在這個生命的路上自己掙扎 開始的時候是胃不舒服 然後去求醫 醫生說要做胃經檢查 1980年的事情 胃經檢查完了以後去拿報告 一看看不懂 因為我是工人 我也沒有很深的學問 所以看不懂我就問那個醫生 這個報告上什麼意思 醫生說 腸上型化身 細胞低風化 我聽了這句話 還是聽不懂 什麼意思啊 醫生說 腸胃裡面有腸的細胞 但我又覺得很奇怪 我的胃怎麼會長長的細胞 醫生大概覺得我 太吐了什麼也不懂 就直接了當的就說癌症懂不懂 我聽了這句話 馬上一口氣就捏住了 癌症 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因為我的外婆癌症死 媽媽也是癌症死 在這樣的情況下 聽了這句話了以後 我想到的是什麼 想到的是我的孩子 我40歲生我的兒子 孩子才一歲 一直告訴我你是癌症 我覺得怎麼會這樣 這個天好像要塌下來的一樣 所以心情非常的沉重 就這樣的話 我就問醫生 那怎麼辦 醫生就說 開刀 我說我 不能接受開刀 因為我媽媽開刀 外婆也開刀 一個活了兩年 一個活了一年多 如果我現在年紀還輕 給我活了三年五年 我的孩子也只有四五歲五六歲 我說我不接受開刀 我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醫生說沒有 那麼沒有方法 我說我就走了 我就跟醫生再見 醫生說 你可以 但是你要三個月來做一次複查 我說不 因為你的檢查 沒有檢查以前 我不懂 但檢查了以後呢 我發現你的檢查是傷害性的 因為胃管從食道裡插下去了以後 兩個禮拜 這個喉嚨裡面一直是發炎 一直不舒服 而且他插了胃管進去以後 還從裡面把肉挖出來 挖了五塊 我看他這麼挖 我也沒辦法 但是現在你再讓我來複查的話 我實在是不會做這件事的 我對他說走出這個房間 我不會再走進來 因為你的檢查是傷害性的 那麼走出這個房間裡以後 我到哪裡去找我的生路呢 我求救於中醫 但是我的運氣不好 當初我找到的中醫 我在這裡這樣講他 我覺得一點也不過分 沒有愛心 沒有同情性 也沒有醫術 醫者父母心要任性人數 我告訴他 我今年四十歲 我的孩子才一歲 醫生現在說我癌症 我的意思是 你靈靈我 認真的幫我來看一下 讓我能夠得到健康 能夠讓我把孩子扶養長大 結果這個醫生 手上在耗麥 眼睛和對面在聊天 嘴巴還在和對面講話 你這個麥怎麼這樣耗 耗了一會兒 他就開了一個方 一號方 一號方 一號方要耗什麼麥 我說你能不能煮方 結果他說你吃了再說 兩個禮拜吃好了 我又去了 我說沒有效 第二次去的話 更離譜 因為對面那個醫生 和另外一個人在聊天 講什麼呢 有什麼便宜的東西可以賣 所以他的耳朵眼睛 全盯著對面 這裏耗麥他也那個手啊 連放到哪裏都不知道 結果接下來他就開了個二號方 我說我要求主方 要根據我的病情 身體狀態給我另外主方 他很不耐煩 當初我的情緒也很波動 所以我當著他的面 把主方給撕了 我想的是什麼 中醫是中國老祖宗傳下來的寶貝 中醫大學有的是中醫教材 雖然我沒有高的文化 但是我是念到高中畢業的 我想這些教材我還是看得懂 我自己買書自己學自己救 結果我就離開這個醫院了 實際上從那一次離開這個醫院了以後 這二十幾年下來 我沒有再進過醫院 第一不需要 我覺得不需要再進院了 所以我買了中醫的教材來看了以後 開始看了內 而不是皇帝內經 中醫診斷學啊 中醫針灸學啊 金墨學啊 開始給自己煮了一個方 煮了一個方以後呢 就去賣藥 之後去配藥的時候呢 因為是自己煮法去配藥 所以所有的費用要我自己承擔 一天要的錢是一塊三毛九 現在來聽一塊三毛九很便宜 但是一塊三毛九一天 如果三十天我就不要吃飯了 我的工資是四十二塊 所以我拿了這個處方了以後 我說慢一點 我沒想到這麼貴 我的錢不夠 其實我是殺了一個謊 我一看這麼貴 這個不是我能走的路 我就再回家 這條路走不通 我就想辦法走針灸的路 所以我又去買了針灸 買了八塊 但針灸買回來以後 畢竟膽量沒那麼大 不是每個地方都能針 我針了河谷 針了珠三里等一些不重要的位置 但是像胸部這個殘忠天詞 我根本想也不敢想 這個針這樣扎下去啊 不要癌症沒治好 一搓就把心臟搓壞了 人就掛了 所以結果呢 哎呀這條路還是不行 我想來想去怎麼辦呢 書上說你的胃脹氣質 腸中血是一定要的 但是我現在沒辦法針怎麼辦呢 針灸無非是針下去 讓人體得氣 我現在不針 用另外一個東西替代 用什麼東西呢 當初用一個筷子 就是我們吃飯 竹筷子 我就拿了這個竹筷子去頂著那個殘忠 那麼中醫針就要留針 哎我的竹筷子按它三十分鐘 你留這十分鐘 我的時間加倍 再加可不可以 即我這一按啊 給我按出一個明卡 因為這個竹筷子按在那邊 時間按得很久了以後 心包就開始打開 打開了以後 氣急就開始滾動 我覺得人從來沒有這樣輕鬆過 以前老是胸悶氣急 走路也走不動 所以場裡人都叫我老太 哎老太過來了 因為我走了就這樣 要死不活的樣子 那這個殘忠按了以後 我覺得人好像輕鬆了 所以這樣一來以後 我就一直給自己按這個按內的 完全是用筷子 用手指去按 按了一段時間以後 自己感覺越來越好以後 我就開始想辦法到外面去 為什麼呢 我也幫場裡的人按 醫務室裡有人不舒服 醫務室的醫生會說 去去去去去 叫成員型話你去按 哎我就拿著書 看著書上的說法 你哪裡不舒服 我就對照了以後 然後就幫人家按 按按也就好起來了 那麼這樣一來以後 我就想能不能去賺點錢啊 到外面去幫人家做做那個按摩的話 是不是可以有收入啊 就這樣我走錯了 我的生命中很關鍵的一步 那麼在這二十多年的 指壓推拿過程中 越壓體會越深 越壓越自信滿滿 最後我就得到了自己的一些觀念 這些觀念是你想要健康 只要讓你的血多起來 血是人體生存的本錢 一個人體的身體的好壞 其是真正的原因 是取缺於你身體的血夠還是不夠 血夠了就像我們生活中 你的錢多了 即使你原來的條件不太好 現在錢多了 你的生活就會改善 身體裡面血多了 人體就會改變原來的狀態 血越來越多了 血越來越多了以後 人體會怎麼樣 人體會生病 那麼通過這些生病 一系列的過來以後 我就得到了一些什麼情況 原來人是全能的 人身上所有的病 人體自己都能解決 問題是你在不在這個水平線上 人類在自然界生存 他會遇到哪些問題 其實他會遇到的問題 在座的每個人都是一樣的 從孩子一出生 你會傷風感冒 那就是遇到風寒 太冷 所以你就受風寒 就會打噴嚏流鼻水 天熱了 尤其武漢這個地方 夏天熱得比較厲害 因為太熱人會出汗 散熱 但是太熱的時候 如果你的能力不夠的話 所以就會有中暑的可能 中暑了受傷的是心臟 然後人們因為是群聚生活 一定會有細菌的感染 同時也會有病毒的問題的存在 所以人每個人在自然界中 生活面對自然的問題 是一樣的 第一是風寒 第二是松鼠 第三是細菌和病毒 那麼人是如何對付風寒 對付中暑 對付細菌病毒的呢 人很聰明 他病毒是說 我今天受了風寒 我就會被他打倒 人受了風寒以後 人會把風寒趕出去 這就是我們通常看到的 打噴嚏 或者是流鼻水 那麼打噴嚏和流鼻水的時候 如果你的肺的能力是四分 你受到的風寒是五分 你的能力不太夠的時候 就會發燒 這種情況在孩子的身上 經常會遇到 阿小寶寶發燒了 這叫他是在去風寒 中暑了以後 人會遇到什麼情況 中暑了以後 是一種心臟無菌性的燙傷 這個無菌性的燙傷 在年輕的時候 中暑的時候的表現 就是天太熱 你出汗出不出來 頭暈昏倒 甚至於有的人並沒有昏倒 頭好昏哦 然後跑回家去 媽媽我很難過 不想吃飯 這些都是心臟中暑的表現 那麼人體在這樣兩個情況下面 人體是怎麼對待的呢 人體有能力 沒有能力 他都有反應 所以小孩子在傷風感冒的時候 他會發燒 我們要正面去看待這個問題 說明他有能力把寒氣趕走 但是我們現在錯了 一發燒馬上到醫院裡去 把他壓下去 發燒把他壓下去 他有什麼危害 肺有寒氣要出去 所以我們要幫他出去 以前的人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的媽媽就會讓我喝薑茶 然後把棉被給包起來 出一陣汗 汗出了他就好了 但是你現在用 要把他壓下去了以後 看起來感冒好了 實際上寒氣在身體裡面陷進去了 寒氣陷在身體裡面 它會影響什麼東西 它會影響你的肺 中醫就叫外邪素肺 外邪素肺的越嚴重 這個人的皮膚就會越來越黑 人看到就很瘦 皮膚很黑 這種人就是外邪素肺 那麼外邪素肺的事情 是不是靜靜到此為止 因為寒氣在肺裡面 所以造成了肺內部是熱的 它發不出來 那麼肺的內部是熱的話 小孩子它會有兩個情況 一個情況就是便利 長期便利的孩子 就是告訴你聽 他肺裡有寒氣 另一種情況 肺氣完全打倒了以後 這個孩子的大便 就是碎碎的 不消化的不好 甚至於有的時候經常是碰不碰 大便就是滑出去了 那麽它影響了什麽東西 它影響了膽子的分解 中醫它有一個理論 叫經刻木 經願望 木就克制的太過分了以後 膽子分解出過來 膽子分解出過來的結果是什麽 你再講就營養 吃的再好你的吸收還是不行 吸收不行造成的後果是什麽 造成的後果 常年累月造血的材料不夠 那麽這是肺的風寒 接下來就說心臟中暑會有什麽後果 心臟中暑的後果 你有能力吸 那麽心臟就會積水 心臟積水的孩子脾氣很棒 他很容易煩惱 很容易氣往上升 人家會說你火氣好大呀 實際上他不是要火氣大 因為他繁脏 是他的心臟的問題 心臟的問題如果慢慢的血不夠 不能修理的話 到老了它就是心肌缺血 就是心血管老化 所以心血管老化 不是老了才開始 而是年輕的時候 孩子的時候 住屬造成的後裏症 那麼再說細菌問題 細菌問題 其實我們一出生 尤其我們中國人 一個家吃飯 都是在一個盆子裏面吃飯的 你的筷子下去 他的筷子下去 造成的後果是細菌相互交叉感染 這就是爲什麽 這户人家 媽媽肚子大大的 將來他的孩子肚子也大大的 媽媽腿粗粗的 他的孩子腿也粗粗的 爸爸的脖子很粗 他媽媽的孩子 他媽媽的生活裡 生活在衛生 細菌是會相互交叉感染的 並不一定是要今天食物不乾淨才會感染 那麼對於細菌這個問題 人體是怎麽處理的 人體在用能力的時候 會和細菌搏鬥 我們現在的概念是細菌幫了人體 其实细菌进贡人体 其实细菌是不进贡人体 如果我们出去吃饭 现在这种现象好像比较少 以前会有 三个人五个人一起到外面 小摊上吃东西 吃了回来 这个里面有不干净的东西 也许两个人会拉肚子 三个人不拉肚子 往往我们会说 你拉肚子的人 你的肠胃不好 你看我多棒 我吃了都没事 其实有能力拉肚子的人 是因为他的身体的气血水平比较高 他和细菌去搏斗 一搏斗的话 肠里面就会角度 小肠来不及吸收水分的时候 就会拉肚子 而没有能力拉肚子的人 是因为细菌里面 没关系 你在我旁边落户好了 就在身体里面安家落户了 那么人和细菌是怎么处理的呢 他有三个状态 三个状态 第一个状态是对抗状态 就是这个人有能力 他就对抗 有孩子的爸爸妈妈们都知道 当你的小baby出生以后 你会发现 小baby的肚子都像青蛙 圆圆的 鼓鼓的 而且小baby都很会放屁 那么实际上它是什么状态 它就是有细菌感染了以后 和细菌在搏斗 当baby的身体里面 白雪就和细菌搏斗的时候 这个里面的肠就会水肿 水肿就把里面的气封住了 所以它肚子的气越积越多 所以你看到它肚子很古 当然人体 当它开始要慢慢长个儿 也就是我们平常说 它穿条了 长高了 这个肚子就没了 为什么 因为人体这个时候 生长是第一要素 它把所有的能力 都放在成长上面 和细菌的搏斗 处于第二状态 这样现在看过去的 在座的所有的人 第一可以确定的 每个人身上肠胃都有细菌 第二可以确定的 你和细菌 大部分人是处在 和平共处阶段 人体处在和平共处阶段的时候 细菌还是在身体里面 破坏你的组织 它总是在里面烂 但是人体怎么办呢 人体就把细菌 咬破的地方去凶行 虽然我没有能力杀死你 但是你咬破的地方 有能力去修补 然后人体还有第三态 当人体和细菌 和平共处的时候 它的能力还算是好的 但是你的能力 再下一个层面的时候 人的第三态 就是放弃细菌的控制 这个现象 在什么人的身上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把手反过来 自己检查自己的指腹 就是手指的指腹 如果这个孩子指腹是尖的 那么这个人的身体里面 肠胃的白血球和细菌的关系 就是失控阶段 也就是第一层次是对抗阶段 第二层次是共处阶段 第三层次 人体能力实在不够的时候 就被放弃 那么什么样的人比较多 在孩子发育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这个孩子长得不快 面黄激瘦了 然后你会看到孩子那个脸上 有很多一个个 好像血一样的东西的人 这座人的指腹 往往都是结的 那么等到这些人 发育完始了以后呢 他有了什么很典型的现象 青春痘 所以青春痘 涉及上是孩子在发育的时候 血不够的时候 等到发育完成了 人体要把这个领地 抓回来的时候 才有的现象 等到他把这块领地 全部掌控在自己手上的时候 这个青春痘的现象就没了 全摆平了 如果说人体的水平 再下一个层面 就是前面说的是 可控 对抗 可控 和失控状态 这下一个层面 是怎么样的一个层面 就是当你的血气再下降 你不但放弃了 对细菌的控制状态 而且细菌咬破的地方 你要去修补 如果你连修补也修补不好的时候 换一句话说 他本来像我一样 胃里有细菌咬破的地方 他应该修好 还是原来的胃的细胞 结果他修不好 修得变形 修得不完美 不规范 这就是癌细胞 所以癌细胞 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东西 是人体身体里面 被细菌或者是病毒破坏的阻塞 人体没有能力修复的时候 生产的不完美细胞 这个不完美的细胞 会不会影响我们生存 不会 它对我们人体是有贡献 癌细胞就像穷人衣服上的布丁 这个穷人很穷 他就一件衣服 但是这个衣服撕破了 不补 他就没有衣服穿了 现在补好了 但是你黑的衣服 上面补了一块花的布丁 或者你黑的衣服 补了一块红的布丁 看上去不像样 但是问题是 你的衣服能穿呢 癌细胞还可以比喻成 破旧人家的屋顶漏水了 你应该请人来修 没钱 你应该买材料来修 也没钱 那怎么办呢 这个穷人 他自己动脑筋 去捡了破烂的爆草啊 贴皮啊 什么的话 将就的把这个漏洞补好了 补好了以后 他规范不规范 不规范 完美不完美 但是他能让你住下来 所以癌细胞在身上 是不会伤人的 如果大家有什么危癌 什么癌症的话 不需要像我那样精空 我现在理解了 那只不过是人穷的时候 无可奈何的时候 为了修补给细菌摇破的地方 勉强补好的地方 他的贡献在什么地方 他的贡献在 他不为 你胃里面内出血 肠里面出血 如果细菌摇破 你不补的话 是不是要出血出到死 所以癌细胞对人来说 是有贡献的 那这样一来的话 生了 即使他查出来 所以你有肠癌 你这样记住 哦 说明我的人很穷 你只要记住 我是穷 我并不是要死 那么这个癌细胞 什么时候会好呢 人体的能力回升了 就像这个穷人有钱了 他可以把那个 补的不好的布丁 拆掉重补啊 屋顶漏的地方 拆掉重修啊 所以人体身上 发现癌细胞 和死 和死亡 没有个泡 只要你让自己 明天的血比今天多 后天的血更多 血在身体里 是人体的功能 这个功能 就会为你去 重新装修你的家 而这样的问题 道理是相同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在地球上 不是人类先有 而是病毒先有 而是细菌先有 人类之所以 有对付它们的方法 本来就是人类 生存下来的 首要的条件 如果人类不能对付细菌 没有办法对付病毒 人类就不会存在到今天 这是一个认知 如果你有个正确的心态 去认识它的话 肾肝炎 没什么可怕 让我的血上升 肾癌症 没什么可怕 让我的血上升 当我的血一步一步一步上升的时候 人体原来存在的所有的问题 人体会按照 人体的身体的层面 一个个去装修 人体的这些装修 发生在哪些人身上最明显 发生在更年期的妇女身上 发生在退休的男生的身上 为什么退休呢 月经停了 更年期了 人的事情就来了 因为你以前 从孩子的时候成长 到发育完成 然后你投入工作 你把所有的精力 注意的力气 所有关注的事情 都投入到你的工作上去 有很多人 他都是超负荷的 超负荷就意味着什么 超负荷就意味着 你身体的总血流量在减少 总血流量减少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这个董事长 你是你人体的董事长 身体里的工人不够 身体里的工人不够 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因为我们了解了身体里发生的事情 前面发生了什么 后面发生什么事情 你就觉得 我应该面对 人体身上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当你超负荷 工人不够的时候 第一个停掉的是 脾荷的对敌工作 他和戏剧不打仗 因为发育的时候 他要成长 然后工作了 他要求学 然后去投入生产的时候 他要去奋斗 所以他始终掉不住兵马 再去打仗了 第二个停掉的呢 是肝脏 肝脏为什么会停掉 肝脏是清吸血液的地方 现在西医都有一个说法 人体的肝脏的血 是肿血流量的三分之一 假定 人体有六千细细血 四千在人体身上的循环 血到大脑 血到四肢 到肌肉里去 但是有三分之一在肝脏 这个三分之一在肝脏 是符合中医的说法的肝肠血 但肝肠血的时候 并不是单纯的藏在那里 它是要工作的 所以人体的血用过了 这个血它干什么 用氧缝 把氧缝用到肺 用到皮 用到各个地方 用氧气 把二氧化碳带出去 工作过的红血球是脏的 这个红血球带着垃圾 它就要把肝脏去清洗 所以按照西医的说法 如果你的血有六千cc的话 也就是说两千再肝脏 清洗完毕 两千出来 然后脏了两千再进去 我们可不可以想成 三天大清洗一次 所以三天洗一次 三天洗一次 就好像你的衣服 你有三件 一件再穿 明天把这个脏的换下来 另外一件换上去 这一件再去洗 这样周而复死 如果你的衣服只有两件了 那么是不是至于 今天穿明天换 但是问题是 身体的运转不允许你这样 所以当你的血是五千的时候 外面的四千是不变了 你的肝脏只有一千的血 一千的血的话 外面要进去交换的血 只有一千 这个时候人体的血的清洗 就变成五天清洗一次 你的血再下降 把干燥的血再拿出来用 你现在只有四千五百cc血 这个五百cc的血 要人会清洗 就要九天洗一次 你的血再下降 下降到只有四千 那么这个时候肝脏就关门 就停工 肝脏停工了以后 人体的血不再到肝脏清洗 但是肝 人们还是要的 所以它有一部分很少量的血 带养分 带养气进肝脏 但肝脏那个时候已经不工作了 肝脏不工作 不是肝脏完全崩跪 而是没有血去清洗 是停工 因为我是工人出生的 所以我想问题都很简单化 我们把它想成是洗衣机 洗衣房不开工 不等于洗衣机坏掉 这个话对吗 所以洗衣机不工作的时候 它有两个可能 一个可能是洗衣机坏了 另外一个可能是没有洗 没有衣服可以洗 而肝脏停工的时候 不清洗血液的时候 是因为没有血可以掉到肝脏去清洗 同样的道理 当你的血再下降 到肾脏清洗的比例也下降了 人的血在肾脏是15% 如果你的血越来越少了以后 血不到肾脏清洗 那么血不到肾脏清洗的话 你就会有一个发现了 如果肝脏不清洗 你发现的比较慢 你看不见 女生可以看得见是什么呢 她的越近的颜色越来越黑 那就已经是告诉你 你的肝脏里面的血越来越少 所以你的越近的颜色就越来越黑 男生他只有在现血的时候 在验血的时候 看到自己的血管抽出来的血 我的血怎么那么黑呀 那就是告诉你 你的血很久很久没有好好清洗 那么肝脏不清洗 但是血还是净肝脏的 还是要养活它 但它全面的工作不开展 这个时候肝脏也是一个生命的活体 它也有垃圾要排出来 垃圾放在哪里 垃圾就放在肝脏的表面 这个肝脏的表面 对的垃圾是什么东西 就是将来的脂肪肝 所以当你查出来脂肪肝的时候 说明你曾经肝脏关门很久 所以你的血一定是脏的 你都很久没有清洗了嘛 那么当肾脏开始清洗的血 越来越少的时候呢 我们很快就可以发现 发现什么东西呢 发现早晨起来 你的小便都是没有颜色的 血道肾脏过滤 过滤出去的是什么东西 按照西医现在检测 最主要的东西是尿素和鸡肝 所以尿是有臭味的 但是当你的小便 像有一个老人和我说 我的小便很干净的 像矿泉水一样 那恰好是这个人的肾脏 已经不工作了 因为肾脏已经没有血 可以到肾脏去过滤 所以你的小便才会没有颜色 因为没有血道肾脏去过滤 所以你的肾脏就开始收缩 因为每个肾脏 其实都是血管组成的 每根血管缩小一点点的话 你的肾脏就开始萎缩 肾脏开始萎缩 并不是说肾脏全面崩溃 并不是说肾脏全部坏掉 他只是暂时停工 好像这是一台小洗衣精 他也停工了 那么人在这个时候 还是可以活下去 这个时候活下去了以后 这个人会有什么特点 因为他的尿素 他的鸡肝 没有从身体 从尿里面排出去 他会在身体里面累积 累积到最后 他会从毛孔里面散发出去 现在的人我不知道 以前我的外公很老 他那个时候85岁 当然也不懂什么保养不保养 但是我很清楚的还记得什么呢 就是你坐在他旁边 你会觉得他身上有个味道 这些我们通常讲的老人味 那么老人味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尿里的拉锡没有排出去 从体表散发出去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创造一个条件 让这个人的血回升 因为下坡是一个的层面下去 首先从脾胀的对敌构质停 接下来是肝脏的清洗 也停了一部分一部分 然后肾脏也停停停下去 血再下降什么东西停 肺里面的工作的能力开始下降 肺泡开始慢慢的浅为满 所以人体的血是一路慢慢的下降 那么人在下降的时候会怎么样 我们还是用生活来讲 这个人家家庭的收入 如果是越来越穷 你想象他家里的事情越来越多 还是越来越少 他没钱 他那个墙上的泥都掉下来了 他那个家里的床单也已经破了 窗帘户也已经颜色不缩他嘛 都已经是不像样了 但是他绝对不去动他 没钱 所以你要想象 一个人的身体 在一路下坡的时候 身上的堆的问题 是一个层面一个层面 慢慢的累积 那么当这个妇女月经停了 或者我们男同志退休了 或者是工作量减轻了 这又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个就是你的血重新开始 比以前多 你的血越来越上坡了以后 明天的血比今天多 这么一过过了几年 身体会有什么反应 血上升 就好像家里的经济开始上升 经济开始上升 现在我们家有钱了 这个房子是不是装修一下 我们家现在钱多一点了 那个黑白的电视机 是不是可以换彩色的了 不是我们家的家具 是不是可以换一套比较现代的 比较漂亮的家具了 所以当人家里钱开始上升的时候 你会想到的家要进行全面的改造 人的身体其实和家是一样 人是非常有智慧 他一看我现在的血多了 这个血多了以后 他会做什么事情呢 当血刚开始起来的时候 血多了以后 第一你一定会发现 我的小遍地已经多了 血慢慢多起来了以后 你会发现 我现在好像晚上睡觉木多了 你会发现 我本来睡觉一觉睡到天亮 现在我半夜里要起来尿尿了 你会发现 我现在的小遍好臭好臭 颜色好黄好黄 那么有的女生就会发现 我本来不会潮热 脸很红 不会口很干 等等 各种各样症状 所有这些症状 我要说的话 是恭喜你 而不是说你生病了 你得赶快看医生 当人血上升了以后 人体会有序地来处理 身体里面的问题 开始人造的血 它就会净肝脏 血净肝脏了以后 肝的功能就往上 肝气主生 所以它气往上升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脸又潮热 因为气往上升 会干扰神明 所以你就会多目 因为气往上升 血净了肝脏 肝脏原来清洗的比例低 现在清洗的比例高 所以尿的颜色会越来很臭很臭 因为你以前好久没有好好清洗了嘛 现在它把以前的垃圾都要一层层翻出来 所以它的清洗的工作量加大 但是因为血上升 人体也会去修理原来堆下的病 肝脏有肝脏的病 肾脏有肾脏的病 心脏有心脏的病 人体修到哪个脏 哪个脏就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但是相信人体 人体不会乱谈情 人体的修理是有序的 而且人体完全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那么人体自己在干什么 和我们的不舒服 如何来解决这里面的矛盾 不舒服 你说家里装修 你舒服吗 你也不舒服 所以你会接受吗 你一定会接受 因为装修嘛 装修好了 我的家就变得很漂亮 很舒适 所以你会接受 那么人体的装修 我们如何来对待 第一 你必须接受 因为如果把人体比喻成一栋房子 这栋房子是灵魂住在里面 这个灵魂住在里面的房子 它破旧了 现在有条件 有机会开始装修 是好事吗 当然是好事 生活中你有钱 这个破房子 别了 不要 再见 我帮一个新房子 但是这个灵魂住的房子 你能再见吗 再见就没了 所以 过去的零零种种 造成了各种各样问题 这样你今天还活着 你还想活下去 你有两条路可以走 一条路 让自己继续下坡 下坡到什么层面 这个情况好像国内这种病人还少 但是台湾比较多 因为我做推拿的 对象主要是台湾人 香港人 都是外籍人士 那么接触这种人的机会比较多 台湾有的人就是见动人 台湾有的人是神经元疾病 那就是现在这个水平还要再下一个层面 他的肌肉开始萎缩 肌肉越来越萎缩了以后 他的手会举不起来 他的腿会不会抬起来 然后他就躺在那里 最后他就眼睛会动 头脑还清楚 但是手脚都不能动 嘴巴也不能动 这是渐渐的冰冻 冻在那边 剑冻人还可以活三年 将冻在那边还可以活三年 那么如果你不想走到这条路去 那么你就只能选择另外一条路 就是回生 回生的话 就是让你的血 明天要比今天多 回生有没有难度 实际上我们在座的各位 尤其是退休的人 或者父女过了更年期的人 都已经在回生了 那么回生了以后 人体已经在零零种种的修理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 就是你从心态上 你要接受它 你不要排斥它 你要理解它 哦 人体现在开始 为我再做自我调整 那你心态上接受了 是不是问题不存在 还是存在 那么还是存在 我们怎么来帮助自己 刚才说了 我做推拿的 因为这对推拿来说 很简单 人体修到哪个帐 修到哪半个帐 人体的修理有几个特点 第一 它不是五帐六帐一起修 好像我们家里装修 把东西全搬出去 整个家装修 它不可能 所以它的修理是 五帐六帐 一个帐一个帐修 但是一个帐一个帐修的过程中 它又不是整个一个帐一起修 它是半个帐 半个帐修 无论是肝 它修左面的肝 就不修右面的肝 修左面的肾 就不修右面的肾 修心脏 修左面的 就不修右面 修肺同样如此 所以它是一半一半的修 这是一 第二 人体的修理 并不是半个帐 全部一起修 它是一段一段的修 为什么是一段一段的修 因为它不可能全部停工 它是好像我们的工厂改造一样 一面工作一面再修 所以它是一段一段的再修 这个再修的过程中 我们怎么样来帮助自己 修理全世界 只有一个人可以做 就是你 世界上没有一个医生 可以真正的帮你修理 我是从什么时候悟通这个道理的 从手划破 手划破了以后 你想想 你到医院里去 可以缝针 可以抱药水 可以涂药水 可以包扎 但是有医生可以帮你 长好那个操面吗 没有 只有你自己才能帮助你自己长好 所以全世界 你只有一个意思 就是你自己 而你自己这个医生 在修理的过程中 他的工作你不能参与的 你也不能指挥的 你说我现在不愿意修肾脏 我要你修心脏 那我现在要你去修肺 根本没人理你 因为这个修理是人体决定的 这个五脏六腑里面 人体的身体认为哪个丈夫水平最低 他先修哪个丈夫 当哪个丈夫开始启动修理的时候呢 他又不是说 那你赶快把它修好 没有这个事 他修一部分的一部分 这个一部分修了以后 如果说从肾开始修 那么肾的功能性的问题 肾的气质性的问题 修一部分 然后他的功能就上升一个台阶 中医的理论 五脏相生相克 五脏是一个整体 所以当这个整体肾脏的水平提高一个台阶了 他不可能再上升了 他一定要把心脏提升 心脏提升了 他一定要把脾脏提升 脾脏提升了 他一定要把肺提升 所以结果人体的血的上升是斜坡的 它像一个斜坡的 以上升的快可以七十度角上升 上升的慢可以五度角上升 但是人体的上升 心肝肺脾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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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螺旋形的上升 所以老人的不舒服 我想有的人会体会往往是什么 一会儿这里不好 一会儿那里不好 一会儿另外一个地方不好 这就是再好的表现 是不是很奇怪的观念 所以如果说一个人的问题 永远一个地方不好 这一定是下坡的比 如果一会儿这里不好 一会儿那里不好 一定是上坡的比 一定是好事 那么这个好事呢 有几个特点 肝肾从脚底往上修 它修有规律的 心肺从中间往外修 那么它修的过程中 修哪一半 体表温度会偏高 就你的手摸上去 我今天摸上去这条腿好热 或者摸上去是那条腿的外面好热 热的地方是人体修理的地方 不舒服的地方是人体修理的地方 修理不用你操心 但修到每一段的时候 你的不舒服的感觉是什么原因 对应的肝脏或者肾脏 或者每个地方有病灶的时候 这里再修理 它会有积水 静静就是积水 这个积水的话 你怎么帮助它 随便乱捏捏 就是你行的这个肌肉 上上下下捏捏 捏捏的作用是什么 疏通这个通道 有人会关机筒 那天我在小区里碰到一个人 我一看他走路 我说你怎么了 他说膝盖这个地方走路痛 不方便 看不好 已经一个月了 那我问的话是什么呢 内侧还是外侧 内侧 大部分是肝脏 那么肝脏怎么办呢 就把干净的上面下面 两面都捏捏 捏捏了以后很痛 痛完了 就好了 他问我要压多少次 我说压到骨头就没了 这个事情就过关了 但是问题肝脏的修理 并不是到膝盖为止 它还会往上 所以修到脚趾头 是脚趾头痛 修到上面 是小腿会抽筋 修到膝盖 如果你有对应病灶的话 它这里就会水肿 而你要做的事情 疏通 疏通像什么 像家里装修 你不是装修的人 你也没有这个能耐装修 但是你可以做一件事啊 装修的时候 垃圾比较多 你可不可以去打扫 所以你的任务就是 打扫卫生 这一点在当初 也让我沮丧了一段时间 因为开始我帮人家做纸压的时候 我也觉得 嗯 我很行的 是不是有点骄傲 你看人家不舒服 我压压人家都好 结果后来我搞清楚了以后 原来我并不做任何事 我只是一个打扫卫生的清道府而已 就把每个通道里面的东西 都疏通了以后 人体就可以正常的进行工作 那么这个疏通这个东西 你需要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一套系统经络图 这个经络图呢 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他每个帐有一张 他一个帐有一张 有心肝肺皮色 肺啊 心啊 每个帐都有 那么你在指压的过程中呢 你就要先去看看 哪个部分痛 然后你图子对照一下 再看看自己的小便 看看自己的大便 再观察一下自己的情况 确定我是哪个丈夫在修理 哪个丈夫修理 看看图子上对上哪个丈夫 那你就把这个丈夫全部去压 全部去压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左边不痛 放弃不压 上面不痛也不压 那么痛的地方就去压通 那么每压痛一段 你的事情就过一个关 所以这样你张六夫一步一步修的过程呢 你的人不再是往下走 而是一点一点往上走 我从四十岁的时候 单位里的人都叫我老太 但是我今年六十六岁了 单位里的人就觉得 哎 你好像比以前年轻了 我上次碰到一个人 十五年以前去推拿这副人家的 那个时候他才三十五岁 现在十五年了 他五十岁 我现在六十六岁 他竟然说我 我比以前年轻得多 因为以前就认识了嘛 但是我看他老得多 因为当初我劝他们早睡 他听不见 那么现在呢 现在就早睡了 所以人体可以选择的路是 下去或者上去 那么下去 上去了以后 人的血要开始工作 原来血是越来越伤 现在的血是越来越多 血越来越多了以后 人体的肝脏要启动 人体的肾脏也要启动 这个一启动了以后呢 除了你可以看到 自己手背上的血管 尤其我们老人 这个手背上的血管 原来看上去已经有点呼气拉黑了 你看看自己的血管 我这几年下来 好像血管的颜色越来越清干净了 那就是你人体清洗的功劳 那么血开始清洗的时候呢 单纯的清洗在血管里面的血 对你的指标冲击不大 但是问题是你清洗了 流动的血液之后 人体还要清洗 以前血脏的时候 沉淀在血管底上的那些东西 这个像什么东西 像阴沟 这个阴沟里的水 你知道现在停止在那边 你表面去摇一瓢水 你会觉得这个水还可以啊 但是你去清洗阴沟 把底上的垃圾全翻起来的时候 这个水就变得很脏很脏 所以当人体第一波性 是洗血管里的血 但是慢慢的 它进一步清洗的时候呢 要洗血管底下 已经沉淀的垃圾的时候 你的指标一定都不符合西医的需要 所以因为我推拿的年数很多了嘛 很多人都认识我好多好多年 我会告诉他 你将来所有的指标都不及格 你要有心理承受能力 指标不及格 一定要和人中医的旺整合谄 这样你觉得我的人在好起来 我想你应该信任人 而不是信任指标 台湾有一个银行的原来的副行长 现在不知道在干什么 98年认识了 5年以后 就是他推啊 自己做5年以后 当初说的话 一年一年就兑现了 我说你胆囊不好 身上又肥又厚 将来你的胆固成很高 三酸肝油脂也很高 而且你一定有糖尿病 反正刚初说了一箩筐 反之所以指标 你没有及格的 但是那个时候 他36岁 很年轻 但是5年以后 他变白了 变瘦 然后他指标的问题来了 最惊人的是三酸肝油脂 台湾的指标 标准是100 他5000以上 到化验室的医生 拿到这个化验报告以后 他们脑子里的第一概念 这个人要死了 因为台大医院的检查 最高的标准4000多 这个病人抢救五小死亡了 所以他们也很负责任 马上化验室就把那个报告 叫给那个主持医生 叫他赶快去抢救 结果医生在整个 找网里去找病人 因为他想象之中 这个病人一定是 躺在那里不能动 结果他看来 他就没有躺在那里的人 他只能叫 就叫这个人的名字 女红德 女红德一叫 他们两个有两个朋友在聊天 他说叫你 他说叫我 医生看到这个人 医生觉得非常压抑 这样一个人指标 怎么可能这个数字呢 所以医生就请他 重新到里面去检查 那么再去检查 又支持大家很小心了 很小心还是5000多 这下医生纳闷了 然后把他的血再抽 血浆和红血球分离 把血浆放到离心机里面去搅 搅下来的东西 就像奶油蛋糕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情况 台大医院的医生 也觉得很纳闷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就问他 你发生什么事 你吃过什么东西 遇到什么情况 有什么不舒服 反正医生能问的都问了 没有 那么要不要给你开一点药 也不要 那就这样回来了 那么他太太就跟我说 那个离心机搅的那个 像奶油蛋糕的那个东西 他也带回来了 带回来的那个东西松开了 然后像什么呢 像我们平时煮的肉骨头汤 上面那层东西 所以指标出来的时候 不说明指标不好 就是人不好 人在好起来的时候 许多问题反映出来 我们要有心理的承受能力 要有个认知 如果没有这个认知的话 你就会处理不适当 像这样的一种情况的人 他现在 他当初是怎么样 他当初就是头发 是油性头发的 所以其实在座很多人 想一想 当你在发育完成的那个阶段 头发是不是油性头发 油性头发越厉害的人 就意味着你的胆子分解越不好 意味着你的血管里 胆固神早就已经存在 而不是查的时候 查出来的时候 才是一个问题 我可以讲到几点 讲到四点 讲到四点是吗 我是吹牛大王 你要不要我再一次讲 我可以讲三天三夜 还有半个小时了 那就是说 我刚才要讲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讲的就是说和大家沟通 把自己的体会告诉大家 人对自己身上的病 要有一个心理状态 面对 因为你的病不是今天形成 不是今天查出来的病 查出来的指标 才说明你今天有问题 你要看的是学会一点中医的妄整 因为学会一点中医的妄整 当然我现在讲的都是非常简单的 有什么用呢 就是等到你面对问题的时候 你会知道 嗯 我在好强 你会自信满了 那么最简单的是看什么东西 看你的嘴唇 看你的牙床 一个人的血 他在下坡的过程中 他的牙床会收缩 他都一天一天一天往下收 他的牙齿就变得很长 牙床收缩的越厉害 就告诉你听 这个人下坡的路走得越远 那么血上升 牙龈会往上涨 所以如果你是上坡的人 你看了你的牙床 你会发现 下牙床的颜色很深 但是上面的牙床的颜色 比较粉 比较嫩 这说明了你是上升 所以你的心里就踏实 看嘴唇 人下坡的时候 血就越来越脏 所以你去看自己的牙床 观察自己的牙床 我的牙床的牙龈开始往上涨 上面开始往下涨 而新的牙龈的颜色是粉粉的 嫩嫩的 说明我的血开始往上升 血往上升 就是家里的工人多了 生活中的钱多了 人体会生病 那么你的心里就接受 应该的 要改造 看嘴唇 嘴唇看什么呢 当一个人的血下坡 越离土的时候 上下嘴唇都是黑的 但是它很好玩 退的时候呢 是下嘴唇先退 就下嘴唇的黑色会一层一层退下去 下嘴唇的颜色 退到什么程度 退到下嘴唇基本上黑的 只有留一点边的时候 或者是稍微还有一点的时候 你的人体的血管 基本上老化的程度就会比较 比较好 所以原来西说老化的血管不可逆转 这个话不妥当 老化的血管是可以逆转的 这个逆转的条件 就是你的血的水平 那么人还可以看什么 看自己的手 手掌 手背 看你的手掌 手背上的血管 越来越饱满 手背上的血管越来越明显 以前有人说 因为我在网上写那个帖嘛 就发帖 那么别人就说了 你这么说 这么怎么对 老人的血比我们年轻人还多啊 因为很多年轻人的血管都逼掉了 看不见了 但是老人的血管都鼓鼓的 实际上是一个什么现象 年轻人血管 是因为他在用他的成款 肝脏的成款他在拿出来用 但是老人呢 成款没了 他现在造的血在多强 所以人体造的血 开始都是在外循环 血管就不强 但是他过几天 血管的血又抽进去了 抽进去了 肝脏的血又多一点了 但是清洗呢 他下嘴他也黑色 慢慢慢慢就往下退 那么看头发 头发有什么好看的 原来肝脏很旺的人 他头发反而会白 但是慢慢的全白的人呢 头发又会黑回去 黑回去的呢 是后脑勺的头发先往上黑上去 以前压过一个四十几岁的人 四十五岁了啊 一个台籍人 台湾人 全部白头发 三年以后 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黑的了 就是白的很少了 所以头发会变 骨头也会变 本来 那个吴清中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人体使用手册 他的妈妈 来的时候呢 是皮肤矮 他那个背啊 是拱的 他的五个脚趾头 都是缺在一起的 伸不开的 三年以后 背直了 这个脚趾就把妈妈妈全撑开了 当然他的皮肤矮也就好了 所以人体的血上升 身上是有变化 就是我们自己要留意来观察 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大家还可以拍照 现在家里有数码相机的人很多 有那个手机照相的也很多 你照一个像 放在那里 放在那里过个半年一年 你再照个像去比 你就会看得出来 那当然是有反差了 那么有的老人呢 他会老到皮肤有味道 有头皮靴 那你当然头皮靴没了 你当然是在好起来 所以人的好坏 不要用指标 盲目的去衡量 如果这个人的气血水平 是在下坡 他的指标不好 那么这个人是真正的不好 如果气血水平在上升 这个指标 你只能作为一种参考 那么刚才就说的是 人的血的水平上升 血的水平上升 只要做两件事 一件事 在合理的时间里面睡你 合理的时间 什么是合理的时间 人体的造血 不是24小时都能造 说起这个问题 其实也是一个偶然的思考 偶然的机遇 让我领悟 那天我是去波特曼 给一个日本太太去指标 这个太太呢 很爱美 但她的血深不上去 那么那天从早晨到晚上 那我就到那个 凤阳的后面去吃面 这个面呢 要重新开始下 那个水不热 我就在门口等着 等着的时候 遇到了一对要饭的母女 这个母亲 该三十几岁吧 三四十岁 这个女儿 也只有十岁不到 这对母女是要饭的 和那个波特曼的 那个日本太太来比 日本太太的脸 黄黄的 气色非常差 这对母女 白领透红 我站在门口 看着这对母女 因为很少这样的人 我的思想 马上就和 日本太太挂了一起去 日本太太 一定比她少了什么东西 为什么她能白领透红 日本太太 怎么养也养不好啊 她有吃有喝有钱 最后想通了一个什么问题 睡眠的时间 下个礼拜我去的时候 就问这个太太 你几点钟睡觉 本来我只是一个 高级的一个用容 把人家做按摩 是不是高级用容而已 我也不会去干涉 人家的私生活啊 睡眠 那因为这个太太 血一直上不去 和别的人不一样 那么我就想到 这个问题就去问她 她每天一点钟睡觉 一点钟睡觉 人造学时间 最晚到一点四周 而人睡下去 一定有假眠状态和 半睡眠状态 不管你如何快进入 睡眠状态 你也只有四十分钟 可以造学 人的造学时间是 天黑到一点四十分 过了半夜里 一点四十分 人体不造学 这个时间和什么有关 和两个问题有关 和地球磁场的转动有关 和紫外线对眼睛的 松活体的影响有关 所以天黑 眼睛的松活体 对紫外线感应了 没有这个情况了 她造学的机器才会打开 然后到了一点四十分 是地球磁场 觉醒变动的时候 她就会停 听了她的话以后 她要一点钟才睡觉 我说不行不行不行 她说她没办法 她要等先生回来才能睡啊 那我说你不能这样吧 你先睡 孩子睡 你也能睡 睡到十二点 或者十一点半 起来化妆 化好妆 坐在那边等你先生 那是不是事情就过去了吗 结果她这样做了 下个礼拜过来 谁就上市 就是这个手指的颜色就会变 像这样的例子很多 你像一个日本 也是一个日本太太 刚毁 她来的时候是没有月经 没有月经已经一年多了 日本的西医说她平血貌 那么缺铁 补了三个月 然后进外注射三个月 然后医生就说 你去看汉医了 因为还是没月经 然后汉医看了 没有 到我们这里看中医 结果中医当然是用补发 因为没有人想到 她是没好好睡觉 后来在一个日本 另外一个太太家里 认识这个人了以后 我给她说 你是睡眠的时间不对 不用压 不用压 你去睡就好了 她一定要压 我说压不出血来的 指压推拿是压不出血来的 那么她你一定要压 我要收钱 我今天就讲了 你去睡觉 不要钱 她一定要压 而且她还想压两次的 我说去去去 谁甩你 结果这次压完了以后 第二次到她家去压的时候 她问我 有没有好一点 我说不要问我 你有没有睡觉 她问我有没有好一点 我问她有没有睡觉 她说有 她晚上七点睡到早晨七点 结果一个礼拜 就这么一个礼拜 我说你居然睡了 就一定有成效 把你的手翻开了 她的手本来是苍白的 一点没有血色 连指腹都没有颜色 但是这一次一个礼拜以后 这个指腹有点黄 下个礼拜指腹是卷黄 下个礼拜指腹是卷红 再下一个礼拜 门没有打开 她说我月经来了 这一次事情以后呢 我也很感谢她 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 你造雪时间不对 你没有造雪 所以你的雪上过来 但是我没有想到 一个月她月经就会来 但她睡得也是蛮够厉害的 然后三个月以后就不压了 又过三个月 她又打电话来 我一听 还是那个日本人 我说你又不睡觉了 她也很乖 她不说她不睡 她到过来将我 人家为什么可以不睡觉 我为什么一定要睡觉 这个话也对啊 我说人家银行里有成款 你的成款用光了 天天将你睡 你也受不了 你这样 一年 四天早睡 三天晚 一年以后 三天早睡 四天晚 就可以维持一个平衡态 那么一个人到底要多少时间的造雪时间才够呢 大概一周 12到14个小时的深度睡眠 在造雪时段里面 就是你要掌握这个尺寸 那么有的人 像 因为我遇到很多人 他是和美国公司有关系 他11点钟要上班 那么在这个情况的话 他睡眠时间很难控制 你可以早睡 你六点去睡 进入深度睡眠 可以造雪的时候 你可以睡到10点钟起来 10点半起来 那么还有的人呢 工作性质还要特等的话呢 你还可以怎么做呢 你还可以礼拜天休息天 把它补回来 总之 雪是我们生存的本钱 所以 话就这么讲 想不想要是你们的事情了 我讲过了已经 我们其他人呢 就是造雪 刚才说的是造雪时间 那么现在我们要讨论造雪材料 中国的中医 有很多古代 有名的古方 也确实有许多好的中药 但是 现在为什么不灵了 是不是医生的水平不够 还是药不灵了 其实无关 是因为现在的人 他不缺营养 他的问题不是因为 他的贫血血上不去 不是因为他缺营养 而是因为他的吸收不好 油心头发的人 你的吸收一定不好 大便 碎碎的 不成型 捏膜的 不细腻的人 你的吸收一定不好 你的胆子分解 一定不够 所有体型 女生 上面的身材很好 然后到了下面 也是这样烫出来的 有没有这样的提型 夏天看得到 大腿外面脂肪很厚的 胆子分解不好 所有的男生 小腿的腿度 特别大的 萝卜腿的 胆子分解一定不好 大腿外面这样摸上去 那个肌肉 帮硬的 胆子分解一定不好 因为你的胆 精进的肌肉 已经僵化了 那么那么许多 胆脑不好的人 有没有什么 补救的办法呢 很简单 解决问题都很简单 这要每天 去敲自己 也就是说 小的时候 牵揍了 现在要自己 去揍自己 一天 揍一分钟 到两分钟 那么怎么来揍自己呢 坐在那个凳子上 搁一个二郎腿 稍微侧一点 从屁股 往大腿膝盖 一 二 三 四 就这样去揍 两条腿 每条腿 揍一到两分钟 胆筋 从头顶 一直到脚趾头 是一条很长的线路 为什么取这一段 简单 易用 就方便 每个人这样 小时候了 如果这个孩子 经常揍他 他打的就是胆筋的地方 屁股后面 就是胆筋的地方 所以有一次 我和福丹大学 废教授开玩笑 我说你小时候 一定很皮 你经常爱揍 所以你才长得这么高 因为打的胆筋 他吸收就好 吸收好了 成长是人的本能嘛 所以小孩子 有的时候 你看他长不高 敲胆筋 睡觉 妇女月经不正常 敲胆筋 睡觉 不会怀孕 敲胆筋 睡觉 你看一个台湾夫妻 不会怀孕 看了五年 精子活力不够 女的黄体不够 我说你们很想要孩子吗 很想 那很简单 去穷睡 上海人喜欢穷吃 穷睡 穷玩 就是拼命的意思 台湾人听不懂 什么叫穷睡 就是拼命睡 就是你回家 什么事也不干 就是做饭 吃完了洗澡 洗完了以后 饭完衣服都丢下 先去睡 睡到半夜里醒来 半夜里洗饭完 然后他这样就去睡了 他倒也是听话 很听话 为什么呢 他五年的药 他说我们连 年生是晚上都吃中药 那我说 你有决心就很简单了 结果半年以后 他怀孕了 怀孕了 生了一个胖小子 把他老板老板娘抓来给我看 而那老板一想 有这么简单的治疗方法 生存是人的本能 生育也是人的本能 当人体为了维持生命 能力不够的时候 生育就停掉 所以男性同胞 什么新生活能力不够 去乔短节去睡觉 女生不怀孕 去乔短节睡觉 因为血够了 生存是本能 生育这些问题 是很简单的事情 那么随着人体的血 的上升了以后 人体的自己的情况 自己都有能力摆平 那么我要说一个例子来提 人 我们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油灯 这个油灯 现在灯座就是我们的身体 灯草就是我们的生命 但是这个油灯要点的话 就是要有油 现在血就是油 不断地要加 因为它是消耗品 那么我们现在有方法 敲短节早睡 就是不断地加血 那么生命就可以维持 所以身体修什么地方 修到哪里 你配合到哪里 用筋肉图去指压到哪里 但是这个油灯 油灯灯做好了 灯草也是够的 油也是满的 是否一直可以点下去 还有什么困难 怕风 当你这个油灯点在那里 其他都具备的时候 如果有风 吹一口气 这个灯就灭了 生命和这个是一样的 当你的身体血也够了 都很注意了 营养也注意了 睡眠也注意了 你是不是能活下去 还有一个要求 没有风 人体的风是什么东西 中医把人体的情绪的波动 叫内风 内风是现代人 造成没有能够活到 150岁的主要原因 现在医院里有很多病人 医生说 这是肝癌附水 那是胰系癌附水 另外一个是脑癌 然后来了一个敌因癌 很多 然后开刀 然后放花疗 然后无腹癌症死掉 那么癌症病人 是不是死在癌症上面 不是 这个我不知道 在座有没有做医生 或者什么的话 或者是有医生的朋友 癌症 从来没有一个人 死在癌症上面 癌症病人最后是怎么死的呢 都是死在心力衰迹上面 都是死在痛死 他为什么痛 是因为他心脏外面积水 心脏积水了以后 心脏的血攻不出去 血哪里攻不到 哪里就积水的特严重 哪里就是痛出来的地方 我去压过癌症末期的病人 癌症末期的这个病人呢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癌 因为我也不关心 他太太叫我去 他痛 我说你现在痛吗 痛 全是到处 这里痛那里痛 反正痛的地方很多 那么我跟太太说 我帮你压一次 你看好 学好 然后旁边的他有个护工 那么两个人一起学 我就压给他 压什么东西 很简单 背上膀胱筋全部压一路 因为膀胱筋 是人体所有的脏肤都相关的筋物 背上有心肝肺脂肾 所有的疏血都在背上 全都压 所谓压 就是每一点去刺激一下 每一点去刺激一下 命门重点压一点 然后压尾中 压昆仑 压格苏 就背上 全部压完了以后 反过来压什么东西呢 就压缠桌 两个乳头连线正中这一点 然后压旁边的天词 那么这些压的有什么用呢 这些压了以后 你可以在腹部听到里面的水 咕咕咕咕就出去了 这个出去的水 是什么东西 人是活人 人的生命 骑着疏穿的都是在水里进行交易的 组织和组织之间 和在自己的组织里面的工作 都是在水里进行的 而水里进行的时候 它这里面就是老祖族传给我们的 是有一条经络 但这个经络本身没有动力 这个经络你把它放在那边 它不会动 它的动力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心脏的活动 心脏的活动的血出去了以后 微虚幻的运动 带动了经络里的 组织液的运动 亚禅宗 亚天词 让心脏外面的积水去掉 心脏外面的积水去掉的越好 里面的心脏的活动就跳了起来 所以你一变压 你就可以耗脉 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的沉脉 马上会变成平脉 也就是说 他的心脏的跳会 就跳起来 心脏的活动上来了以后 血供出去了 每个微血管动了 然后经络里的水都出去了 那么当然他的小便也就多了 然后他身上就不痛了 所以一般来说 你哪里痛 这里痛哪里痛的话 学会压心脏 学会压格苏 压禅宗 压命人 压昆仑 基本上人体的大部分 头痛脑热的 就可以解决了 包括有个发烧 心脏压个月后 发烧的事情就可以 除了风寒发烧 心脏是不管用的 其他的发烧都管用的 而人的情绪和这个心脏的积水 又有少关系 就是 他一个事情 要把它剥开 再把它剥开 一层一层剥进去 癌症目前的病人 为什么都是心脏会积水 最后心力衰迹死掉 第一 听到癌症 人都会有恐惧 心里一直 惶惶不安 思虑会过度 会想来想去 想来想去 其实原来你的问题不严重 给你三脚两脚的话 身边的运转的能力就不够了 所以 去压心胞 心胞压得越厚 心脏外的水越少 不开心的事情越多 所以压心胞 其实就是把心脏打开 就心机的不动就会上 人会造成敷水的原因 还有一个道理 大部分的人 进去的时候 都是情绪不平稳 造成里面内微移不平衡 乳房癌 是生气 高血压 低压膏 还是生气 头顶吐顶 是怒气 前面修顶 是闷气 胃出血 是肝气痕涅 然后接下来 还有许多人 其他的一些 消喘啊 气透不过来啊 这才是生气 因为气涅 才会生气 才会 气流不过来 那么最简单的 我们常听见的咳嗽 有的人咳嗽 你耳朵一听 上次一个北京的小孩 才一岁半 他妈妈从北京打电话来 说他儿子咳嗽 一直好不了 我说他怎么咳啊 你学个样子给我听听 结果他学不来 他说他现在在咳 我说你把话筒放到他水边上 我一听 我说你儿子生气了 从一岁半的孩子 到八九十岁的老人 世人难免会有情绪 但是情绪的波动 才是最致命的杀手 如果你的情绪一直是平衡的 很顺的 自己很看得开的 长手就一定拿得到手 因为情绪冲击了什么东西 情绪冲击了内分泌 而内分泌冲击了什么东西 说得很具体 冲击了白雪球 白雪球高的人 刚才说了 人和细菌的关系 子斗 别平共处和失控 人体自己会调 那么有一天 你的能力到位的时候 人体还会去杀细菌 但那个去杀细菌的时候 人体是 胃里有细菌 肠里有细菌 也许胃里有十个病灶 肠里有二十个病灶 人不会一篮子去解决 人只会一个病灶 一个病灶去杀 对于人体调度兵马 去打一个病灶的话 他人体不累 不累的话 脾胀的运水不受伤 但是如果是情绪造成的话 人体会全面开展 全面砍战了以后 脾胀的能力就不够了 脾胀的能力不够了以后 心胞就很容易积水 肚子就很容易脏气 所以你只要看自己 手背热不热 就是人的手背应该是凉的 如果你的手背是热的 你的身体的白血就是偏高 你摸一下自己的头尾血 太阳血 下半血热不热 这三个地方会热 那你身体的白血球就偏高 白血球偏高 人体是因为情绪冲击脏肠 所以他一定要去打仗 他这个打仗一定是乱打 乱打的话呢 他会有什么现象 还有 明天早晨起来 你会发现 我晚上没睡好 眼皮好像有点肿肿 手指好像有点胀胀的 甚至于有的严重的人的话 我会牙齿痛 有的人他会头痛 这些都是因为里面心脏的不动力不够 对应的地方有积水 所以要求大家试试看 学会压心包 这个心包怎么压 打一个按摩棒 这个按摩棒 牛角的也好 随便什么木头的 什么都可以 放在两个乳头的正中 顶着它 不在乎于分量 在乎于时间 时间压得越久 因为现在说里面积水 它并不是水放在外面 而是却在阻子里 所以它要的是细水长流 慢慢的就流出去 只要你有胸闷的感觉 胸口气不爽的感觉 你压了胸口的气就会爽 那么这个压了以后呢 它都有水深的 有兴趣的呢 还可以买个听诊器 他出院了 本来已经躺在那里 不能动的人 气透不过来 让了心包 心包一动 气就会散开 心上就会不动 那么然后你在事情了解了 你也想开了 哦 为了吵架才会这样 所以生气以后 到问题出来 要一个礼拜到十天 为什么生气了 事情发生要十天到一个礼拜 有个台湾的也问我 一个女的 他说 哎 我说现在事实 你说的是对的 但他不理解 为什么要有个周期 因为人的情绪一波动 人是一个活人 人的身体里面是个工厂 它那个内分别就开始动 一动的话呢 它的白血就开始生产 白血是从幼稚细胞生产 然后变成成了成熟的细胞 然后细胞出来 你还不生病 然后他去打仗 一打 今天打 明天打 三天打下来 你积水结得厉害了 你的不舒服才跑出来 所以他一定有时间了 但是人们生气的事情 往往就忘记了 事情过了他忘了 但是人体给你记住这儿 所以我的想法是 学会宽容 学会包容 学会放下 放下 再放下 这样你才能真正的保护 自己的安全 生活中 连一岁多的孩子都有烦恼 刚才说的那个香港的孩子 为什么烦恼和人家抢文具 没抢到 那老是把他的玩具拿走 给别的孩子玩 他就生气了 那做干部 做老人退休的 也会有烦恼 以前有权 现在下来了 权已经没了 不习惯 念了习惯 老人 孩子长大了 他现在不太听话了 以前都是 爸爸说的都是正确的 现在他有自己的见解 他看到不一样可以吗 你会觉得 我好像不无力 很有想法 这些都会造成自己的身体不好 所以长寿 真正的秘诀 就是个生气 包括不烦恼 好的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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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一起来 非常感谢陈老师的精彩演讲 我们下面进入现场互动 因为今天只有一个话筒 楼上想 现在都知道中国的体育 谁要格斗网子打 不跟人家搞疲惹结束 中国准备你 一旦跟人家起大桥弄起来的话 你就不行了 是吧 这个足球啊 那就没看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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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